而在玉里镇则是欢庆8月的父亲节 玉里镇公所也举办了110年度模范父亲 特优里长转介调解纪录人员 及社区发展工作评鉴出评获奖的社区表扬活动 一共表扬了16位的模范父亲 大家齐聚一堂向辛苦的爸爸们表达了敬意 欢庆8月父亲节 玉里镇公所举办111年度的模范父亲 特优里长转介调解纪录人员 及社区发展工作评鉴出评获奖社区表扬活动 总共表扬了16位的模范父亲齐聚一堂 向辛苦养儿育女的爸爸们表达敬意 黑暗中的一盏灯 也不只是一个坚强的翅膀 备注 守备的备注 也是一个家庭上的资助 重要的一个资助 而下周一8月8号就是父亲节 江东城想要提醒孩子们 平时各位父亲不论是在工作上 在家庭上以及教育上都十分辛苦 在这个周末可以好好把握时光 像身边最重要的人 不论是爸爸妈妈 还是其他陪伴照顾自己的家人 表达心中的感激跟爱意 记者高双双玉地震采访报道